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的期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而且所有人都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充满魔力的刘谦 也看到充满魔力的全国各地的喜欢魔术表演的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啊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呢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头顶的上方 有这样的一个盒子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盒子呢是在六天前 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刘谦做完预言之后 面对全国的媒体的朋友 徐徐上升到我们的头顶上 这六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六天之内又有什么事情 丝毫没有改变过呢 我们通过当时的一段VCR来回复一下 我们面对全国的媒体观众朋友 所做的那一件事情 一起看 一只神秘的箱子 关于前所未有的预言 刘谦真的拥有神力吗 4月6日在金牌模式团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影片发布呢 是个预测 预测的是2019年 4月12号当天会发生的所有状态 众目睽睽之下 新闻预言的纸条被装进了这个箱子 接下来呢 要从所有的媒体观众当中出去聊 我们一起把这个魔术箱 悬挂在世界之窗 新华设计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箱子航空离地 被悬挂在世界之窗的正本口 在我们的这个箱子悬挂的时期 有新英网 24小时的人数直播 6天的时光传说 6天的翘首以待 6天后 刘谦的预言 真的可以实现吗 会预测我今天到这边来吗 挺神奇的 我是挺信的 在他预言准确的话 我们会尖叫的 老懒的 刘谦加油 2009年4月12日 金牌魔术团收拂当天 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 是的 6天以来 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玻璃箱里的 这个神秘的盒子 就一直悬挂在我们头上 这6天呢 有很多很多游客 在这个地方见证了 他在这里的这个事实 而且呢 我们的金英网也是24小时 不断地在监控 所以说 没错 这6天 除非刘谦 可以飞檐走壁的同时 还能够隐身 否则的话 他完全没有可能 碰触到 这个盒子 刘谦你现在这一刻 我很难得看到你这么紧张 因为我自己也忘记 我当时写了什么东西上去 因为当时对这些模糊的印象 我今天看到这些新闻 我才发现 有些事情 我当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知道了 是吗 对 那有些事情我自己也忘记 我印象还蛮模糊 我现在还蛮紧张 很紧张 我想还有一个人跟你同样紧张 就是这个钥匙的保管人 这个钥匙的保管人 是来自新华社湖南分社 多媒体数据库的编辑 崔燕女士 6天前她就掌管了这把钥匙 现在这把钥匙 离开了她了吗 这6天当中 有没有一刻这个钥匙 不在她的监控之内呢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崔燕上场 有请 有请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首先我要代表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包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问一下 这么多天 这把钥匙一直都在您的身边吗 对这把钥匙一直在我身边 24小时没有离开过我 包括吃饭睡觉所有的 都在我的身边 一刻都没有离开 一刻没有离开过我 现在能够让我看看这把钥匙 在这里 贴身的小兜兜里面 来我们站到这边来好了 来来来 好 对对对对 就是这把钥匙 就是这把钥匙 6天前呢 这把钥匙就把这个什么钥匙 对两把钥匙 还有一个有机玻璃盒的钥匙 所以说你要想打开的话 必须要拿到这两把钥匙 好的 钥匙现在放在手边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就是今天报纸 各大报纸当中 都争相报道的一些 头版头条 当下发生的新闻 那刘谦 刘谦在6天前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的预言这些呢 接下来刘谦 我就把这个现场交给你 看你的 好的 首先呢 我用这两把钥匙 把上面的盒子打开 好的 现在要用这两把钥匙 把我们悬在空中的盒子打开 现在我们要有请工作人员 慢慢的把箱子放下来 大家看好了 箱子在徐徐下降 这些天来 他一直静静的待在半空中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 但是没有机会触碰到他 即算是在越高风黑的夜晚 因为我们精英网24小时 在对他进行监控 随着这个盒子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悬着的心反倒是越来越高了 所有人都希望 6天前刘谦的预言 能够非常非常的准确 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着魔力的魔术师 我想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也一定想要尽快的来看这不可思议的一刻 这可能吗 6天前预言今天的报纸新闻的重要消息 我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个箱子 对 刘谦尼尽量不要碰到这个箱子 王清理跟我一样把袖子全部卷起来 对 要卷起袖子 这个非常重要 来 拿起第一把钥匙 打开它 现在我们打开 有机玻璃箱 然后 崔女士小心翼翼的把这一个神奇的预言箱 好 请上下 轻轻的取了出来 全程都在我们摄像师的建议下 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不要放 确认一下 这个箱子还是封得非常完整 确认一下 这个箱子现在在我的手 确认 确认一下 确认它没有任何的机关开口 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它锁得非常牢固 拉拉看这个杆子 因为这个杆子一抽出来 箱子就可以打开了 是 对 它非常的坚固 很紧张 确认吗 确认 好 四面再确认一下 如果你高兴的话 可以让现场的观众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人要确认一下 有没有人确认看一下 哇 哪 请现场的观众一定要非常非常仔细的 不要太用力 好了 可以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刻全国人民都在非常关注的这个箱子 箱子卷起来 箱子卷起来 箱子还要卷起来 拿起第二把钥匙 第一次接触魔术 拿起第二把钥匙 好 最关键的两把锁 好了 第一把 转过来 箱子转过来 箱子要转过来 好 从前面把这个同条抽出来 好了 马上就要揭晓了 箱子打开了 里面有什么 我看到一个信封 一个小信封 信封打开 上面会写的是什么 六天前写的 好 请念出上面写的是 哇 我也紧张 我也紧张 上面写的是 各位好 我是刘谦 今天是2009年4月6日 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个星期后 也就是2009年4月12日 当天将会发生的重大头条新闻 哇 在所有媒体朋友们的见证之下 我将我的预言锁入这个箱子之中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到这个箱子 直到打开为止 当各位看到这封信实 应该已经是2009年4月12日下午 请打开箱子的第二层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邮迁 2009年4月6号 紧张了 紧张了 好了 心情打开 里面有什么 里面我看到 第二个星风 好 请把信封打开 老了 不要着急 六天前写 明天第一表 一 刘翔付出 刘翔 刘翔 第一条 六天前哦 第二条 第二条 德国白熊花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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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有感觉到 有吗 有吗 没有 有 有 有这条新闻 有这条新闻 好 对不起 可能没有 没有上头条 没有上头条 第三条 第三条 周慧敏公开热闻 周慧敏 你这首度公开热闻 这 好了 好了 接着来 接着来 越来越 第四条 长沙大雨 长沙大雨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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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第五条 红色人群聚集 东南亚某国家 迫使元首 会议取消 有吗 哇 有 第六条 香港知名歌手 退出演艺圈 香港知名歌手 退出演艺圈 也没有上 没有上 今日头条新闻 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六天前 好 还有没有 第七条 上海足球赛 2比0 上海 有吗 有啊 我看到有了 东南小将 两球赢中方 这里吗 就那一条 应该是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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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谢谢大家 我特别想问一下 崔女士 你这一刻的感觉是什么 我这一刻的感觉 我从头到尾 心就这样 蹦蹦蹦蹦蹦的跳 我感觉 刘千 是个魔鬼 刘千 刘千 你看 你在大家心目当中是一个 什么样的 哎 这一刻心情怎么样 中了这么多条 哎 我特别想问一下 这条你是怎么看到的 周慧敏和你一阵公开热吻 你六天前就感觉到了 你没有打电话 安排他们俩说 拜托你们俩稳一个吧 我有看到热吻 但其实 对方是谁 其实我没有看得很清楚 这些预言这种事情呢 很少有完全百分之百中 对 如果百分之百中的话 那就 那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了 好了 电视之前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就是神奇的刘千 这就是神奇的预言 我相信 您对我们即将播出的 金牌魔术团 一定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如果说 您在这一刻 仍然期待 刘千在现场有精彩的魔术 仍然期待 我们现场的魔术师 给你呈现 不一样魔力的话 就请赶快到我们 金牌魔术团的现场 因为在那里 我们的魔术师 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大家 有许多魔术师 正在等待着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